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我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拍摄地点是在北京的中关村 我用这张照片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修成一张冷暖对比的欧美大片色调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方法和思路 把图片导入片4中,咱们直接进入看不绕率镜中 快捷键是Concept Shift加I 还是一样的思路,首先我们要把它的高光降一下,阴影加一点点 让其呈现更多的细节,颜色也让其更加丰富一点 直接加色彩饱和度 色温稍稍加一点点 接下来的一步我们进入到HSL中 在HSL中还是一样的,把它做一个柔软的对比 主色调是以橙色为主,还有蓝色为主 所以我们把红色往橙色方向调,把黄色也往橙色方向调 然后把蓝色往青色方向调 接下来我们在饱和度中 在饱和度中我们要做一个局部饱和度归零法 把主要颜色色调的饱和度加到最高 把不要的颜色的饱和度直接降到零 接下来一步在明度中 在明度中我们给它的黄色降点明度 让它变得内敏一点,把它的蓝色的明度提升一点 让它变得不那么生成 最后一步在相机校种中 相机校种中大家记一个方法就行了 就是红色往右,绿色也往右,蓝色往左即可 大家具体的数值可以自己试一下 接下来一步在分离色调中 以它的高光加一个暖色调 给它的阴影加一个冷色调形成一个冷暖对比 最后一步我们要加一个暗角 直接进入它的这个效果里面 然后给它加一个暗角即可 稍微加点语化让它过渡的更加完美一点 我们做个对比看看 好,这里我们继续进入ps中 我们进入ps中要给它加一个黑边 因为通常现在的电影都是16比9的 但是我们的波音器通常都是4比3的 所以要在一个4比3的画面中给它做一个16比9的照片 做成这样的效果就感觉更像电影了 我们直接拿裁剪工具裁就可以了 这个上面输入16比9和4比3 然后裁出来就可以了 注意要把它的背景色放成黑色 感谢大家的收听 获取本期素材 关注微信公众号 试水回复第八课 或微博关注摄影师试水 私信我第八课素材即可 回复的时候记得是